今天呢 又来给大家盗盗一下红掌了 因为红掌这个花呢 花友们养的比较多 一般遇到几个问题 一个是红掌的这个怎么变黄了 大家可以看到 红掌刚开出来的花呢 是这种 红色的 然后呢 它下面是白色的 上面是黄色的 随着这个开的时间变长了之后呢 它会结这种东西 好吧 就会结肿的那种感觉一样 看到没 就像玉米棒一样 它会结这个东西 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您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 好吧 一旦就是出现这种 掉色了 你及时给它修剪 要不然它把养分全浪费在这个上面 也不好看 留这种健康的状态 下面的这种叶片 你看很小的这个 它根本不能提供营养 而且它也见不到什么光照 你就可以给它剪掉 这种剪掉 下面这种很老的叶片 你看这个也发黄了 很多话说为什么发黄 你管它为什么干什么 剪掉 红掌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一看 它下面有很多这种小猪的 现在也可以分租 过两天也可以去分租 现在呢 我就先不分了 你看它不断的在抽这种新的花出来 很多的话 我就是 没有给它及时的腾空这一个空间 没有及时的施肥 这种根本就开不出来 它都不会孕育第二波 我这个是一直开一直开 所以说呢 我还是一直进行给它打理的 你看这种很老的叶片这个 剪掉 这个时候呢 也是需要施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呢 是放入的花了多的优质克力控制肥 就这个小粒粒的这个 就是了 这种肥料放到里面 你就不用管别的了 该浇水的时候浇水 浇水的时候也可以加肥料 这个我过两天再给大家做一个分租的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红掌下面的一些个老叶子 你比方说你们养的龟尾竹也是相同的道理 这种老叶子呢 你就给它剪掉 剪掉一下 你让它上面长新的 老花也是给它剪掉 别的没啥 脸花了是因为刚才拍视频的 融洞花了 没来得及洗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我说老花一 点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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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